缅甸瓦邦清理针对中国人的诈骗 针对缅甸胆邦第二特区内存在的电信诈骗 及进而引发的暴力 人口买卖等一系列问题 瓦邦中央市执行委员会内部发文要求 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犯罪 特别是针对中国公民的诈骗行为 进行全面整治和清理 澎湃新闻此前报道 从泰缅边境的金三角 到缅甸第二特区的瓦邦 直至中缅边境国改 在缅甸中央政府无法实际控制的这些地方 滋生了一个又一个电视团区 电诈机员针对中国公民进行诈骗 转卖 绑架 以及攻略 情报 强暴 并非法推进 各国的诈骤 为此8月15日至16日 中泰民主要是国警方 启动动作用机 诈骗犯通向联合行为 9月7日 瓦邦中央市执行委员会发文 要求瓦邦进美温央客户 部队限特区 南部管委会延迈 阅诈骗犯犯罪 上次文件表示 近年哪 电信诈骗犯罪人员 不乱托 不乱托 到瓦邦进美 导致套目的心理 印象状态 方队各进行安食 不乱扎 很多青少年 不想要的观念 无计而提搭 试骗犯罪 文件称 电信诈骗同毒品一样 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为维护瓦邦社会的稳定 和经济发展 经研究做如下决定 一 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犯罪 是瓦邦在今后一定时期内 一项重要工作任务 客户们要按照中央的部署 开展打击和整治 电信诈骗 一系列通判店合共 二 由瓦邦司法委 及各地方司法队能 具体行先央下载的试骗 整治电信诈骗 在相关规定 特别是任为 国家的诈骗系统 进行全路整治的清理 三 为力合和政治 政策 其求协助刷 有这次的 司法队能要 进行公司 对电信诈骗 绑架 或败败人口 刷刷 接下来 次吓 responder 次吓ЕН 掌握 或賓 й Viking 洞 Monday 前吻 就是 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